周圍都是一種啡色 一種很古舊的顏色 在這堆啡色的建築物中間 就找到這隻身上滿佈鮮花的長頸綠 創作者想在這些古色古香的建築物當中 擺一種鮮花的顏色 做一種突顯和襯托的作用 在他身後是Ussher Hall Ussher Hall 是平時表演的場地 這個Ussher Hall 是1914年起好 那一年是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年份 另外Ussher 這個字是一個姓氏 是Andrew Usher 當年捐錢去興建 Andrew Usher 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 發明調和威士忌的威士忌生產商人 他比Johnny Walker 更早發現到 blended whiskey 調和威士忌 Handamra Arts Festival 其中一個重投節目 就是Ukrainian Freedom Orchestra 來表演 這裏是Ussher Hall 的前面 今天我就有免費票來聽這個表演 我覺得是很激動人心的 這裏是大吉他 是大吉他 今大吉他 我們在這裡做的一個字幕 這裏是大吉他 天津 還要和2012年起座 今天就選擇了 我們在這裏是大吉他 有名其他套餐 也有名其他 也有名其他的 也有名其他 我們在這裏 那麽我 在這裏是大吉他 最貴重的 今天介紹的啤酒是與烏克蘭有關的 你看到包裝是用烏克蘭的國旗 這隻啤酒是由兩間酒廠合作的 你看到Moonvig就是Scotland的代表 它直譯的名字是在水的倒影裏見到的月色 另一隻Fava Brew是基夫的一間啤酒廠 你看到它的標誌多特別 那個人的鬍鬚是用啤酒花構成的 這罐啤酒我認為代表著是Scotland和烏克蘭的友誼 而Adenborough愛丁堡是和基夫是Twin City 是姐妹城市是一個結盟的城市 我找到這罐啤酒我覺得很難得 我去到店鋪的時候剩下這罐 這罐啤酒代表著我對烏克蘭的支持 而它背後代表著那種堅強和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 典型Laga是金黃色的 但是Vienna Laga倒出來是紅色的 或者好像銅的顏色 而口味是帶一些烤麵包的風格在這裏 我聞下去也有很香的烤麵包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味道好像漢多士那種口味 而且喝這種Vienna Laga 感覺就不會有一般Laga那種清爽的口味 它不是走這條路線 它是像L那種風格 酒體是比較實淨一些 從口感上會覺得味道會濃郁一些 Vienna Laga 喝下去醉的感覺是會明顯一些 我不代表酒精度高一些 譬如我這一罐它的酒精度都是5.1% 不是特別高 但喝下去醉意是明顯一些 因為可能它的方香味 在口腔裏面的味道是持久一些 所以我喜歡這種風格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這場戰爭 在英國當地是很受關注的 在經濟層面 因為烏克蘭是農業出口大國 它出產大量的大麥 小麥 粟米 葵花 籽油等等 那些糧食價格上升 對生活帶來實質的影響 能源方面問題都是英國很關注的議題 尤其大家在猜中 冬天的時候能源價格是不是一直都會高企呢 很多人在生活經費方面都過得比較艱難 在文化方面都有受影響的 本來烏克蘭就舉辦下一年的 Erovision Song Contest 即是歐洲大型歌唱比賽 因為戰爭問題它無法舉辦到 英國接手了來做 現在想著是哪個城市搞的 我希望阿丁伯拉能夠舉辦得到 它是站在國際前線 和幾乎是一個姊妹城市 我覺得能夠在愛丁堡這個 文化氣息的地方舉辦這個活動 我覺得是別具意義的 這些是一些NG片來的 我最希望一些國家強大起來 你應該肩負多些責任 對世界做多些正面貢獻的事 不要搞那麼多破壞 這個是我的心願 那